徐泽达站岗 吊在了座位下面 月光下 三个面具人出现了 他们无声地逼近了营地 徐泽达打着呼噜 就算隔着车窗 依然听得见 三个面具人来到徐泽达的月车前 纹着腰躲开车窗 蹲在车轮前听了一阵子 然后纷纷站起来 准确地走到了童真帐篷门口 其中一个 用刀子在帐篷上 割出了一个方形漏洞 然后三个人陆续钻了进去 夏邦邦突然从睡梦中醒过来 发现双手已经被绑了 三个黑影正在捆他的双脚 夏邦邦惊叫起来 什么人 一个声音嘶哑的面具人 在黑暗中怪声怪调地说道 急急不急急 双鱼当护驰 夏邦邦快吓尿了 他正要喊赵军一个面具人 强先用胶带把他的嘴巴沾上了 同时把他扛了起来 夏邦邦的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听着命扭动挣扎 从那个人的肩上掉下来 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那两个人再次扛起了他 夏邦邦能感觉到 此人力气极大 钟离财也被惊醒了 他看不清帐篷里发生了什么 只敢去不对头 他想喊 却发现 他的嘴巴被胶带沾上了 双手也被绳子捆住了 他一下瘫软在了床上 三个面具人迅速钻出了帐篷 这时候 钟离彩才看见 帐篷被划开了 暗淡的天光 从那个方形入口透进来 他强撑着爬起来 跑到干哥的帐篷前 使劲提帐篷 很快 干哥就拿着手电筒出来了 他照了照钟离彩 马上意识到出事了 第一时间就朝荒漠上照去 远远地看见了三个黑影 正朝远处逃窜 他丢下钟离彩 跑到徐泽达的越野车前 朝里照去 徐泽达竟然在梦中 露出了微笑 估计梦见他被提升为副县长了 干哥粗暴地砸了砸车窗 徐泽达一下就坐起来 慌乱地抓起了座位下的极光枪 干哥喊道 打开 徐泽达好像忘了怎么打开车门了 摸错了半天 才把车门推开 干哥坐到驾驶位置上摸了摸 钥匙就在方向盘下挂着 他打着火 把车开动了 徐泽达说 干哥 你这是 干哥没时间回答他 越野车掉了个头 车灯照向了远处 这时候 那三个面具人 已经跑出很远了 干哥踩下油门 冲了上去 在高速路上 车比人快 在罗布泼 人不一定比车慢 干哥使劲轰油门 越野车 编得就像一个皮球 终于 他一点点逼近了那三个面具人 他们停下来 一起回头朝越野车看过来 那是三张 鸡血鬼面具 在黑夜的背景中 在车灯的照射下 显得有几分甚人 扛着夏邦邦的那个人 突然把夏邦邦 蒸在了沙地上 然后 他们砸腿就跑 夏邦邦爬起来 迎着车灯 跌跌撞撞撞跑过来 干哥并没有停车 他绕过夏邦邦 继续追 他把油门踩的惊天动地 一边开车 一边对徐泽达喊道 把车窗打开 射他们 徐泽达打开了窗子 把激光枪伸了出去 越野车离那三个面具人 越来越近 他们开始分散逃窜 干哥紧紧跟着 刚才扛下邦邦的那个人 对徐泽达喊道 你怎么开枪啊 我勾了呀 激光的 没有光啊 干哥一脚急刹车 徐泽达就撞到了前座上 干哥跳了下去 撒压子朝那个人冲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 跑了不到半公里 前面是一片哑丹 那个面具人像老鼠一样 钻进去 不见了 干哥停下来喘了会儿 他放弃了 快步返回车上 徐泽达正在摆弄那只激光枪 干哥 你不能怪我啊 这个这个 在地方 这属于后勤部门的问题 在部队 这属于军需部门的问题 怎么会没反应呢 干哥没理他 开着车 原地转了一圈 用远光搜索四周 不见一个人影 他朝营地开过去 越野车来到营地附近 看到了夏邦邦 他站在荒漠上 等着越野车开进 干哥把车停在他旁边 下去 帮他把嘴上的胶带撕下来 疼得夏邦邦直咧嘴 干哥一边帮他 解开手上的绳子 一边问 不咋 你怎么被抢亲了呀 你看清他们的长相了吗 都戴着面具 肯定是从地下来的 你的万里挑一的保镖呢 不知道 上车 夏邦邦上了车之后 徐泽达说 夏队长受惊了啊 刚才 我第一时间 发现你被人绑架了 马上带着干哥就去追 啊 这个这个 本来啊 我们可以把他们制服的 可是这支枪出了故障 功亏一篑 功亏一篑呀 谢谢你们 谢谢 然后他接过那支激光枪 看了看 保险没打开 哦 看看看看 张哥 我说什么来着 平时练兵多重要 万副长 明天你不用站岗了 你只是当领导的料子 不不不 我得神仙士族嘛 那几个女孩怎么样了 不知道 月车回到营地 所有人都起来了 惊慌的张望着 刚哥看到了小提 他放下心来 三个人下了车 走到大家跟前 刚哥问赵军 你刚才在干什么 赵军的表情有点惭愧 低声对夏邦邦说 邦邦 对不起 是我再问你 凯西说 他的睡袋里被绑成了粽子 嘴也封上了 我们给他解开的 刚哥面色阴沉 他看了看小提 又看了看朴师玄 接着 他的眼睛扫过钟离彩 谷卫素 凯西和赵军 最后他问夏邦邦 他们在解释你的过程中 有没有听到 他们说什么 夏邦邦摇了摇头 不过他马上想起了什么 对了 一个命运人说了句 奇怪的话 鸡鸡负鸡 双鱼当户支 这句话 让所有人身上一冷 静默了半天 刚哥才嘀嘀地说了句 他们要复制你 夏邦邦猛地哆嗦了一下 刚哥看了看大侠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 这三个人 为什么能找到我们的营地 第二 傅三的帐篷里的人最多 他们为什么选择绑架他 那里边可是住着天下第一高手 他们不可能是为了赎金 这地方什么都值钱 只有钱最不值钱 第三 如果他们跟我一样 就是看傅三不顺眼 没什么理由 那么他们是怎么找到 他那个帐篷呢 而且 他们非常有计划 先捆了武林高手 又捆了傅三身边的女人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是说 有人通风报信 Kenzie突然兴奋起来 没头没脑的冒出一句 我再跌真去了 刚哥瞪了他一眼 钟离台看了看小提 对刚哥说 我可以说句话吗 你说 自从我发现 有双脚印深夜离开了营地 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睡前 我还和夏哥哥说过 我预感今天夜里要出事了 夏哥哥 我说了吧 所有人都看向了小提 你们认为是我 好啊 把我抓起来吧 正好 那些人留下了绳子 钟离 你要不要单独审问我 方便刑讯逼供 小提姐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也可能像夏哥哥说的 有人偷了你的邪 陷害你 如果是这样 所有女孩都有嫌疑 我也不例外 夏邦邦说 中离 你能这么说 我第一个被你排除了 说到这儿 她看了看凯西 自真俱拙地说 凯西 如果我们对你做有罪推定 你必须自己来解除你的嫌疑 你会说的什么 凯西傻乎乎地看了看大家 什么叫有罪推定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认定你就是通风报仙的人 我怎么成了谍战剧的主角了 我只会做网上搞代购 在我七大姑八大姨的眼里 我就是个玩手机的 如果我有能力做间谍 才能干这个 做间谍工资多高啊 夏邦邦看了看谷卫素 谷卫素 您想说的什么吗 谷卫素笑了 在深夜里 在这种氛围下 她的笑令人很不舒服 我 我跟你们都合不来 跟那些人就更合不来了 真是笑话 夏邦邦看了看干戈 小声说 我不认为 这些女孩有问题 这个个既然鞋是小题的鞋 为什么不问小题呢 不是她 徐泽达依然憨憨地笑着 为什么不是她呀 干队长啊 我们不能把个人感情 带到工作中 那是当干部的大计议啊 你要是再废话 我就笑你 徐泽达看了看夏邦邦 说 夏队长 你看看干队长的皮屈 我觉得 咱们领导班子 应该开个小会 统一一下思想 就算我是间谍 也不会是小题 曲子打卡壳了 好半天才说 既然两位领导都这么看 那我就收回我的建议吧 大家继续 继续 干戈盯住了朴诗玄 突然说 朴诗玄 朴诗玄看了看他 满脸一裤 干戈走到他面前 几乎把脸贴到了他的脸上 我们不要再找人翻译了 你能听懂我的话 是吗 朴诗玄愣愣地看着小题 干戈把他的脸板过来 你看我 说 你是谁 朴诗玄说了句韩语 似乎在问小题 小题说 他听不懂你的话 干戈松开了他的脸 好吧 你接着说 小题 你跟他说 地下那些人都戴着面具 他的背包里 偏偏就装着四张面具 我希望他解释一下 你让他把谎 边远点 不然 他就没机会再说话了 小题用韩语 对朴诗玄说了 朴诗玄说了半天 小题对钢哥说 他到哪旅行 都会买几张 当地的面具做纪念 现在他家里 已经有几百张了 他可以给我们看照片 上头 小题对朴诗玄说了 他就掏出了他的手机 奔到了一张照片 给钢哥看 手机里是一张延伸照片 一面雪白的墙上 挂着上百张面具 形形色色 五花八门 钢哥朝前翻了翻 又朝后翻了翻 都是朴诗玄的一些旅游照 他把手机还给了朴诗玄 对小题说 这关算他过了 不过他吃牛了 没有几百张 小题没有翻译 只是小声说 可能是我翻译错了 你再问他 他在云南 还买了什么纪念品 小题问了朴诗玄 朴诗玄说了一通韩语之后 小题说 他还买了一些玉石挂架 太沉了 迷路之后他给扔了 你再问他 他租的车牌号是多少 小题问了朴诗玄 朴诗玄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 小题对钢哥说 第一个是汉字 他不认识 后面的数字和字母 他实在记不得了 钢哥对大家说 我认为 这个韩国人最可以 今天晚上 我站岗 明天早上 我们就转移营地 小题 你搬到风利帐篷去 和凯西一起睡 从今天起 我们要盯紧这个金秀贤 我信任他 这是命令 好吧 我瞧签 接着 钢哥看了看朴诗玄 挑衅地说 你听得懂的 我再说 从今天起 我们要盯紧你 对于一个金蝶来说 这是个考验 你加油 这天夜里 小题搬到了风利帐篷 和凯西睡在了一起 钢哥主动当守卫 他坐进了 徐泽达的越野车里 荒漠漆黑 死寂 令人压抑 无处可逃 除非躲进睡梦中 但是 钢哥不能睡 地下古城的面具人 已经知道 他们的方位了 随时都可能 卷土重来 他的眼睛 关系着 整个团队的生命 实际上 他一直在座位上 闭了眼睛 手里紧紧抓着刀子 在这么黑的夜里 睁开眼睛 和闭上眼睛 是一样的 而闭上眼睛 会让听觉 更加灵敏 他仔细地辨认着 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 隐隐约约 有人打呼噜 那一定是徐泽达 好像有人翻身 床铺吱哑响了一声 那应该是钟离台 只有他睡的是行军床 车下很轻微的响了一声 那应该是 风刮起了一颗 很小的石子 碰到了哪辆车的铁皮上 什么东西西西苏苏 好像是底盘传来的 会不会是那些巨树钻洞 从车下爬出来了 一只又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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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干戈的脑海里 不断重复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知道 他已经进入浅睡眠了 他使劲摇了摇脑袋 试图让自己彻底清醒过来 睁开眼睛之后 又见一片漆黑 很快 他又迷凳了 一只又一只 另一种声音 打断了他不断重复的意识 声音太轻微了 干戈甚至怀疑是错觉 他低着头 紧住眉毛 全神贯注地听着 渐渐确定 这个声音来自外部 好像是脚板摩擦沙粒的声音 有人在走动 车窗外 隐隐绰绰出现了一个人 是个女孩 她无声地走出了营地 杠戈轻手轻脚地 拉开车门 跳下去 突然打开手电筒 朝这个人照过去 粉红色成绷衣 黑色长腿裤 白色运动鞋 是小题 突然亮起了手电光 照着她的背影 她并没有停下脚步 目视黑暗的远方 踩着脚下长长的影子 继续朝前走 那姿态有点奇怪 杠戈低声叫道 小天 人的耳朵是朝后掌的 两人相距不过十几米 他应该听得清清楚楚 但他没有转身 也没有回话 接着走 那不是厕所的方向 杠戈跑上去 绕到了小题的前面 用手电筒罩着他的脸 喊道 小题 面对手电筒的光 小题像个盲人 双眼瞪得大大的 依旧目视前方 慢腾腾地继续走 杠戈马上意识到了 他梦游 他一步步后退 大声说 小题 你去干什么 我去找工作 你醒醒 醒醒 小题还在朝前走 一下撞到了刚哥的身上 他嘀咕了一句 这北京 到处堵车 然后 他硬绝绝地绕开了刚哥 接着朝前走 刚哥拉住了他的手 使劲摇了摇 你他妈梦游 快醒过来啊 小题终于停下了 把脸慢慢转向了刚哥 撞到你了 你是碰瓷的吧 说到这儿 他自己憋不住了 哈哈大笑起来 刚哥傻愣愣地看着他 竟然不能确定 他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 小题的眼睛变得亮莹莹的 他拍了拍刚哥的脸 笑着说醒醒 你 到你玩呢 刚哥继续观察他的眼睛 你确定 你醒了 你们把我整失眠了 我一直就没睡着 刚哥这才吐了一口气 亲 你不觉得无聊吗 不无聊啊 人家皇帝微服私访 我假装梦游茶岗 嗯 小鬼 你很机灵 应该给个夹奖 你还差点吓死我 小题鄙视的说 就这么小的胆子 还充一群好汉呢 去去去 赶紧回帐篷睡觉去 睡不着 你来陪我聊天 聊什么 聊天还要打草稿吗 冷 回车了 两个人就回到了车上 分别坐在两个前座上 刚哥 你老实说 你真的不怀疑我是奸细吗 不怀疑 为什么 没必要怀疑 如果你是奸细 那我 跟你一起当奸细 你不管团队 其他人的死活了 我猜啊 地下古城那些面具人 并没有杀心 不然 他们为什么 不直接杀死那个保镖 和那个大明星 而是要把他们绑起来呢 哎 你就不能直接叫人家名字吗 我只是讲不通 他们绑架 富三的目的是什么 我在说我呢 别扯那么远 干哥看了看小题 如果是你 如果通向地下古城的 那双鞋印 真是你的 那么 今天 你会一直演到底 最后大家都会知道 你有梦游症 一切漏洞都掩盖了 有道理 我们这些人 都是从外边 进入罗布泊的 只有那个金秀贤 是从罗布泊 凭空冒出来的 不是他的话 我把我脑袋揪给你 小题没有表态 此时 朴时玄一个人 睡在性感帐篷里 此寂无声 过了一会儿 小题突然说 如果我们在地下古城 真的找到了我爸 你会怎么办 干哥没说话 警告你啊 如果你敢胡来 我不会放过你 干哥看了看小题 你会把我怎么样 只要我一招呼 北京十四区加两县 那些混混都会来帮我 外加那个流浪汉 你开着办吧 干哥沉思了一下 如果你爸 真被复制了 那么 丢下我爸的 应该是那个 复制了你爸 我把他干掉 既报了仇 也给你留下了亲爸 这个主意怎么样 不行 他们都是我爸 干哥又看了看小题 看什么 我是你的仇人 干哥摇摇头 不 你是我的恩人 天亮之后 大家匆匆吃了早餐 然后开始转移营地 钟离彩又换了衣服 黑色圆领露肩衫 发白的牛仔裤 黑色短缺 牛仔裤的屁股上 有个洞洞 露出一点点白色内裤 和一点点肉 自从昨天夜里 受到了三个面具人的袭击 大家的情绪 都有些低落 只有Cassie 没心没肺 依然举着摄像机 四处拍 赵军是个保镖 他的雇主差点被绑架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是个打击 他一直没有露头 也没有吃早饭 直到大家要离开了 他才出现在三轮摩托车上 下邦邦钟离彩 在汉马上 干哥和小题 上了古未宿的SUV 干哥把朴实玄 也拽到了古未宿的SUV上 他要把这个韩国人 拴在眼皮地下 Cassie上了许则达的车 队长击飞了 车队不敢拉开距离 一辆咬着一辆 SUV开路 干哥指挥着古未宿 专门挑选严格地行驶 那是为了不留下车痕 绕出了几公里 他们来到一片亚丹地貌中 这片亚丹很大 像迷宫一般 不过车辆很难驶入 SUV转了几个大圈 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平坦的路口 开了进去 其他车辆陆续跟进来 终于他们在亚丹中 找到了一片开阔地 车队停下来 开始扎营 这里位于楼兰遗址的东南 大概两公里之处 搭起帐篷之后 干哥把大家叫到一起 一会儿吃点东西 然后我们再去地下古城 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们的父亲 你爸爸也可能在里面 干哥和小提互看了一眼 干哥说 在院我能看到他 接着 他又对夏邦邦说 说不定我们会碰见昨天绑架你的那三个面具人 你不给他们带点小礼物吗 我不喜欢这个玩笑 我帮你带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子 就遇到眼前 仔细看了看 他们肯定不会喜欢 可是这里没商店 我不知道该送点什么 凯西说 我也想去 你想拿礼物吗 你不要去了 还是让干哥他们四个去吧 他们清车数路了 干哥对夏邦邦说 这次不带那个金绣拳 你跟我们去 夏邦邦犹豫了一下 好的 干哥看了看大家 对了 你们都有你们父亲的照片吧 给我们看看 徐泽达和凯西分别掏出了手机 找到了有他们父亲的合影 递给了干哥 干哥看了看 问谷威素 你呢 我没有他的照片 那好吧 他叫什么 魏宝亮 叔叔他长什么样 寸头 你在逗我吧 他就是个普通人 跟你长得差不多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留寸头 从来没有变过 我就记得他的寸头 夏邦邦问干哥 就算我们找到了 怎么把他们带出来 打呗 你宝镖一个对三个 我和你 加上小婷 我们三个打一个 离开的时候 干哥把手里的刀子 装进了徐泽达的口袋 还轻轻地拍了拍 大哥 这三个女孩就交给你了 有的好看 有的不好看 你都要好好保护 要是那个金秀贤有什么举动 格杀无论 不需要找上级部门 审批盖章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朴实玄看了看徐泽达的口袋 眨巴了几下眼睛 徐泽达看了看朴实玄 笑得有些尴尬 刚才让你放心 作为一名男领导 关心女下属是应该的 不是关心 是保护 领会了 领会了 四个人戴上面具 上了汉马 没人跟朴实玄解释 为什么这次没带他 他安静地看着大家离开 并没有问为什么 汉马离开营地 行驶了将近一个钟头 离楼兰遗址还很远 刚哥就让夏邦邦把车停下了 夏邦邦问他 为什么不自尽点 上次你那个保镖已经暴露了 他们肯定要加强防范 比如派人在地面上站岗 要是我们开车过去 隔多远就被发现了 我们走着过去 就算他们有人站岗 也肯定在入口附近 那我们就从通风口溜进去 夏邦邦这才明白了 刚哥的用意 这一次很顺利 四个人步行接近了楼兰遗址 他们顺利地找到了那个入口 入口还是那个入口 黑洞洞的 只是里面涌出一阵阵阴冷的风 小提四下看了看 嘀咕了一句 你们感觉到没有 这四周的环境好像有点不一样 刚哥已经走进去了 其他人随后也跟着他走了进去 刚哥打开了手电筒 手电筒在坟墓一般的地下通道里 显得那么雷若 刚哥使劲拍了拍他 他却更暗了 他们朝下走了几十米台阶 并没有看到那个尸门 前面依然是圣人的黑暗 刚哥有些迟疑了 放慢了脚步 又走出了几十米 还是无紧无休的台阶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 小提也感觉不对劲了 他小声说 这个入口对吗 刚哥用手电筒照了照 前面像地狱一般黑 他说 继续 再朝下看看 说完 他又迈步了 每个人都一样 不管多陌生的环境 只要是朝上走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可是 如果连去朝下走 尤其不知道尽头是什么 甚至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尽头 就会生出莫名的恐惧感 小提担忧的说 万一塌了 乌鸦嘴 小提就不说话了 他们又朝下走了几十米 依然不见任何光亮 刚哥转过身来 大声说 闪到了 车车车 几个人立刻朝上跑去 上去似乎比下来的路更长 终于 他们冲出了这个阴险的入口 每个人都气喘吁吁 惊魂未定 这个入口 是假的 假的 刚哥弯腰朝入口看了看 又自下眺望了一圈 走 我们去找那个真的去 一边说 一边朝楼兰遗址的方向 走过去了 其他三个人跟上来 小提说 他会不会是另一个入口 刚哥心有余悸的 回头看了看 那个入口 已经在事业里消失了 他说 说不定 他只是个幻觉 可是我们下去了 那很可能是一种幻觉 我们四个人 都产生了幻觉 集体幻觉 他们在荒漠里 跋涉了半个多钟头 小提似乎变出了方向 他说 跟我来 于是 他走在了前头 果然 他带着大家 找到了真正的入口 入口附近 一片死寂 并没有面具人的身影 干哥说 这不科学啊 咱们肯定想不到 我们还敢来 就怕他们有更大的阴谋 我们走电梯 还是走那个通风口 电梯 为什么 如果在通风口 遇到他们的人 他们马上会怀疑 那不是正常通道 我懂了 四个人来到入口前 分别戴上面具 慢慢朝下走 干哥在前 后面跟着小提 再后面 跟着夏邦邦 赵军殿后 通道太安静 他们走下几十米台阶 再次看到了那个 封闭的石门 他们从旁边的侧门走进去 来到了那个圆形的大厅 干哥围着正中间那个 残缺的雕塑转了一圈 他在查看 有没有埋伏 没人 这个人这才顺着那条 唯一的入口走进去 干哥突然停下来 小提轻声问 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 背后有人 小提朝后面看了看 一生一鬼 干哥两把刀子拿出来 抓在了手里 他们来到了圆形小厅 看到了电梯 干哥走上前 按了按 电梯好像等他们很久了 马上就打开了 小提拽了干哥一下 干哥回头看了看他 小提走过去 伸出脚 探了探 有影子 但是他依然没有冒进 而是朝上看了半天 这才回身说 上次我观察过电梯顶 有点不对劲 四个人就没有跨进去 过了会儿 电梯门关闭了 四个人紧紧盯住了电梯门的缝隙 他们清楚地看到电梯的顶部坠落下来 足有千斤重 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 每个人都抖了一下 接着电梯顶再次提升起来 恢复了原位 又是机关 走 我们去通风口 他刚刚转过身 一下子就傻住了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四个面具人 都戴着扑克面具 一个红桃 一个黑桃 一个草花 一个方块 其中两个用绳子勒住了赵军的脖子 另外两个把砍刀架在了赵军的脖子上 他无法动弹 就那么耿着脖子看着夏邦邦 很显然 他们从背后下手 用绳索套住了赵军 夏邦邦慌乱地看了看看哥 赵军说话了 他的语调竟然很平静 我们谈谈 四个敌人从面具后射来阴冷的光 其中那个方块面具人说话了 叽叽覆叽叽 双鱼当骨枝 你们来错地方了 没问题 既然我们来错地方了 那我们马上出去 方块面具人摇了摇头 我是说锣布泼 干戈被掐住了 他干咳了一下 然后说 你们想怎么样 方块面具人说 老老实实放下你手里的刀子 进电梯 我要是不老实呢 方块面具人看了看赵军 我先杀了他 我不知道你们对我们了解多少 如果很了解的话 你会知道我们并不喜欢这个人 方块面具人冷笑了一声 那我就要斩首了 慢 四个面具人都盯着他 他赶紧说 临死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 问 我们在锣布泼看见过两具尸体 一半身子埋在地下 那是你们杀的 是 你们总共杀了多少人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好吧 虽然我很生气 没错 前面说了 这是干戈打架惯用的伎俩 你虽然开头 后面却没有但是 他突然举起双手 同时两把刀子甩了出去 他们飞向了两个拿砍刀的面具人 他们是赵军的致命威胁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四个面具人傻眼了 赵军傻眼了 夏邦邦和小提都傻眼了 一把刀子刺中了一个持刀面具人的喉管 一把刀子刺中了另一个持刀面具人的眼睛 他们和他们的砍刀先后摔到了地上 砍刀和石头碰撞声音震耳 实际上 干戈甩出两把刀子之后 根本没间隔 几乎是同时从腰间又拔出了两把刀子 不过他并没有甩出去 只是滴滴的威胁道 你们跑不过刀子 小提注意到 他的两只手在抖动 被刺中喉管的面具人当场就毙命了 被刺中眼睛的那个面具人还在挣扎 剩下的两个面具人一直没有回过神来 赵军后退几步 偷出了怀里的激光枪 逃不迟疑的朝那两个面具人射击了 下邦邦似乎想阻止 可是已经晚了 两道奇异的光闪过 那两个面具人立即满地打转 惨叫起来 赵军射中了他们的头部 其中一个面具人似乎想跑开 却一头撞在了石墙上 扑通一声坐下来 另一个面具人摸索着走到他旁边 两个人手拉手坐在了一起 表情充满了恐惧 下邦邦说过 被这支激光枪击中头部 会导致失明 失从 失语 四个面具人全部解决了 赵军摘下了颈部的绳子 扔在了地上 干戈生平第一次杀了人 他的情绪极度紧张 他不安地看了看小题 然后也坐了下来 开始大口喘着气 他的双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那个被刺中眼部的面具人 还在挣扎 赵军走过去 直接把刀子插进了他的脑袋 然后拔出来 在他的衣服上蹭了蹭 又把另一把刀子 从尸体上拔出来 擦干净 走过来递给了刚哥 低声说了句 谢谢 刚哥并没有接 他继续看着尸体拔呆 小题借过刀子 放在了地上 然后他在刚哥身旁 蹲下来 轻轻抱住了他的脑袋 下邦邦慢慢靠近 那两个中枪的面具人 很难过地问了一句 你们为什么要害我们 两个面具人很明显 看不见 也听不见 其中一个像半身不随患者一样 含糊不清地嘀咕着 积极积极 下邦邦退回到 刚哥和小题旁边 对赵军嘀嘀地说 我想看看他们的脸 赵军走过去 把四个面具人脸上的面具 统统拽了下来 他们长着正常人的脸 有三个黄种人 那个被刺中眼部的面具人 竟然是个白种人 两个中枪的面具人 满脸惊恐 他们的瞳孔不再聚焦 傻傻地 瞪着传来声音的方向 刚哥一直看着 眼前的尸体发呆 怎么办 刚哥愣了一下 温小题 你说什么 剩下这两个 怎么办 哦 把他们绑了 赵军捡起了绳子 走过去 把那两个面具人绑了 刚哥这才把刀子 插进腰间 站了起来 下邦邦试探地问 我们还进去吗 刚哥捡起了那四张扑克面具 低声说 我们换上 没人知道他想干什么 也没人问 大家纷纷换上了面具 那张草花面具的眼部 被刀子刺破了 不过没有大碍 刚哥自己戴上了它 然后他对赵军说 帮我把尸体拖过来 两个人把尸体拖到了电梯口 刚哥把他们推进了电梯 接着他把他们原来的面具 扔了进去 电梯门合上之后 再次发出一声巨响 不知人会把他们当成我们 现在我们去那个通风口 那两个活着的呢 是他们自己在沙漠上转转 四个人压着两个面具人 来到了地面上 你们原地不要动 等着我 接着他用刀子顶着 两个面具人的腰 逼着他们朝前走了 一直走出了几百米的样子 刚哥终于丢下了他们 返回到了三个队友跟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